好,接下来我们要叫东西叫做UV贴图 那这个贴图大概是所有你从学到目前为止 看到材质里面最强的贴图方法 但是这种最强的当然也就最复杂 那怎么做呢 你针对有一些模型,比如说像是人 一个人,你要怎么帮那个人做贴图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那你可以在模型里面直接对每一个模型设定 每一个地方的颜色材质 但是一个模型有那么多的面 你每一面都要设 那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 那不得了,你要设的东西的面数太多了 那所以呢,就发展出一种叫做UV贴图的东西 那这个UV贴图呢,不是在这里设 我们要切换另外一个功能表 这个功能表叫做UV Editing 我们必须要选这一个来做UV贴图 当你选了UV Editing之后,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平面 这里有一个立方体 那我们就来贴这个立方体 我按Tab键,进入编辑模式 这时候你把这个东西往下拉 往下拉,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UV Mapping UV Mapping 然后呢,它有一个Unwrap 那我选了这个Unwrap之后呢 可以直接Unwrap 直接Unwrap就这样 OK 可是这样子好像不太成功 我看一下,对不成功 为什么呢? 之前我们是这样做的 Follow ActiveQuest 选这一个 然后呢,这个选Event 那按OK 哦,它说No Active Face 对,我没有在编辑模式 那再做一次 OK,这样子我把它贴 展开 那你发现它展开的图像这个样子 OK,但是呢 我展开的这边 它现在真正的贴 就是那个影像区只有这一块 就是会有点的这一块 但是我展开的太大 我按A先全选 全选之后呢 我把它缩小 缩到至少能够符合这个影像区的范围 好,这样子 要做什么呢? 我们要把这张图汇出 汇出 所以呢 我这时候 我先存档一下好了 我把它存起来 好,这边我开个资料夹 叫UV Map 好 那UV贴图 所以这个也叫UV Map 好,我把它存起来 好,因为我现在呢 汇出之后我就得要到另外一个 就是影像编辑软里去 所以我这边先选汇出 Export 好,我Export 我就把它Export到这里 叫UV Map.png 就Export 好,这样我就Export完了 那Export完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UV贴图的那个资料夹 在UV Map 这里 你是不是看到一个这样的东西 这个 有一个方块 六个方块 这就是我们刚刚立方体展开的六个面 那现在呢 我就必须要用 一个影像编辑软体去处理一下这个东西 编辑完之后 我再去把它弄回来 这样子的话就OK 那所以我现在先选铅笔 选铅笔 我可以选粗细吗 粗细 这是什么 Primary 黑色 粗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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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Pent点 Net 我不知道粗细在哪里 先看看现在多粗 哇,好稀有 这样看不太清楚 好 有没有粗一点 用铅笔 用铅笔 再细 用Line 这里 哦 Blush with 这里 设成9 再用铅笔 哎,还是这么细 好 那铅笔好像就是这么细吗 那线呢 好吧 那我就只好用这个 我用圈圈好了 我用圈圈 好,那就做一个骰子 一点 一点 那再来 这个弄小一点 两点 好 然后呢 三点 四点 不太平整 不太平整 好,没关系 五点 好,六点 好 OK 这样子 我就做完一颗骰子 虽然画得不适合 好 我把它另存心档 这个就叫UVMAP2 好 OK 自动 自动模式 那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应该这里 UVMAP就跑出一个UVMAP2 而且已经贴完点 好,确定它贴完点 好 好,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回来 回来的时候呢 我们要在这边把那个影像插入 但是我现在影像还没会进来 所以我要先回到Default模式 去把影像会进来 好 回到Default模式呢 我把影像会进来 我要先建立材质 我在这个 这里已经有个材质了 我用Image or Movie 这个我们之前教过 会影像进来 我现在要的是那个已经加完点的 好 这样子我进来 它已经加完点 好 这个影像会进来之后还不够 请你注意这里 有个Mapping Mapping的地方呢 请你选择UV 否则的话你会发现 你贴完之后还是看不到 好 这样子我就Mapping完毕了 但是还没完成 我要再回到UV Editing的这个模式里面 把它呢 这里就选成那张影像 好 选完之后你会发现它 所有的隔线都是很准的 好 因为你是从这边汇出器再汇进来 所以所有的隔线都是很准 好 那这我怎么知道它有贴好呢 你看现在根本就没有贴啊 那在这里你要选这个Texture模式 Sully的模式是目前这个 就是它只显示形状没有显示花纹 Texture模式就有显示形状和花纹 所以你这时候看到的东西就会有点 会有点 那有一些面你看起来黑黑的 是因为那些面没有打灯光 所以你多打几盏灯 就会亮一点 好 那这样子呢 那我就贴好 我可以再回来Default模式 好 回到Default模式这边呢 OK 同样这里我最好也选一下Texture模式 因为现在其实我已经有做贴图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就比较像有贴图 好 我在NF12 OK 这里就有有刚刚贴的结果 好 那你呢 可以稍微打一下光 或者是在这边射一下环境光 那看起来会好一点 但是这里太亮 可能太亮 那环境光太亮 好 这样子好一点点 因为我们底色都是白色的 所以看起来你可以修改底色 或者是你可以做比较细致的隔线之类的 好 那这个就是UV贴图的做法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立方体大概是最好贴的 其他的UV贴图你要贴人的脸 那那个部分你就要把眼睛啊什么通通都画好 好 好 那那个部分当然就会比较困难 好 那各位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尝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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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